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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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湯 那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有關於 變身介面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以前呢我們在使用作業系統的時候 會有 Windows 跟 Mac 居多 很多使用 Windows 呢可能是 Mac 用戶跳過去使用的時候呢 他有點不太習慣 那他會將 Windows 的系統呢 就安裝可能有關 Mac 介面的一些軟體 然後他就可以把它變身成 比較像 Mac 的操作方式 那也有人在 Android 手機上面呢 喜歡 iPhone 的介面 他都會去安裝有關於 iPhone 介面的一些 App 那就可以把它變身成比較像 iPhone 的操作方式 當然呢這些做法呢 也沒有什麼不好 也有人會講說 那你喜歡 iOS 的介面 為什麼不去買 iPhone 就好了 因為 iPhone 真的滿貴的嘛 那 Android 呢其實有比較便宜的選擇 比如說一萬左右的機種可能就符合我的需求 但是我喜歡的是 iPhone 的介面 當然也有這樣的需求在 所以呢我們也不要去這麼批判說 就是 Android 幹嘛不買 iPhone 就好了 用 Windows 作業系統為什麼不去買 Mac 系統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些需求在嘛 也有可能他使用 Windows 系統的原因 是因為他想要用的軟體 只有 Windows 系統下面可以使用 而不是他不願意去變成就是 Mac 的電腦 所以我們不要去特別去批評說 這些人為什麼不去使用什麼什麼電腦 或什麼什麼手機 其實都一定會有這樣的需求存在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就是最近呢討論度還滿高的 有一個叫做啟動器 iOS 16 其實呢它就是將 Android 作業系統 安裝之後它會變成 iOS 16 的這個介面 當然它不是百分百 就是有點模擬吧 其實我到現在也還沒安裝測試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會來第一次安裝測試 順便跟大家做一下這個部分的分享喔 首先呢要安裝這個啟動器 iOS 16 呢 其實這類的 App 還滿多啊 比如說你看往下拉一點點 就看到它前一個版本是 iOS 15 再往前就是 iPhone 然後 iOS Launch 4 Android 其實這類的 App 真的非常的多 就是因為以往其實大家都有這樣的需求 只是看哪一個 App 可能做的比較好 大家會比較喜歡去做使用 那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 iOS 16 的啟動器版本呢 它已經超過 5000 萬次的下載 其實非常非常多人下載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講說 為什麼不去買 iPhone 就好 其實就像我講的 iPhone 真的它就是 就算最低階的版本 它也是有一定的價位在 那我也不一定要使用到 iPhone 接下來呢我們就一些權限 然後我們就來允許 允許 允許 接下來我們就安裝完了 那我們要怎麼去使用呢 應該就是直接可以退出 看一下目前的首頁 你看按首頁的時候它就會出現 可以選擇原本的 UI 或是新的 iOS 的 Launcher 我們可以選這一個 然後選一律採用 這就可以按這道了 接下來你就可以看到手機畫面呢 很快的它就變成了 有點像是 iPhone 的樣子的 也不是有點像 其實乍看之下呢 如果沒有下面那一條 其實應該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設定一下 它剛剛把正松的那個導覽鍊 把它關掉 換成就是滑動的手勢之後 這樣一看呢 那個畫面其實就更像 iPhone 的畫面 那我們這時候來稍微滑一下 看看這個介面呢 有沒有什麼大家覺得奇怪的地方 那我們先看一下 左右滑動呢 基本上就跟 iPhone 一樣 它就是照完全排列了 所有 App 都會顯示在這個桌面上 所以如果你原本已經整理好資料夾的呢 變成這個介面之後呢 你必須要重新再整理一次 這是必然的 這沒有辦法 再來呢我們可以看一下一些圖示 比如說設定 或是像 Play Store 或是像天氣 或是時鐘 這些它都已經直接幫你換成 iOS上面的那個圖示 有一些像相機啊 Spotify Facebook 這一類的呢 比較常見的呢 其他都已經幫你換成 就是跟 iPhone 一樣上面的圖示了 接下來往左呢 滑到最左邊呢 就是跟 iPhone 一樣 它到最左邊的是可以搜尋內容 或是一些小工具的部分 像這邊的話你就可以去編輯 然後去按加 然後你看它就是 我覺得算是 iPhone 畫的還蠻徹底的 大旱之下 現在這樣滑 大概也有個七八成吧 然後一樣滑到最右邊呢 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這個 iPhone 的那個整理的資料夾 目前 iPhone 也是這樣子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工具列 由上往下呢沒有什麼變 然後再由下往上呢 這都是照原本的 左下角滑上來是語音助理 右下角也是 它的功能大概就是 把它變成了介面跟差不多像之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設定 進入設定基本上也是照原本的模式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更多的設定的部分 控制中心 OK 因為它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這一部分我已經有預先的先例準配了 就是很容易跳出廣告 OK 我們把這個關掉 比如說像控制中心如果你要模擬的話 你要再下載控制中心的應用程式 好 我們按確定來下載 控制中心 iOS 15 OK 它就是要再多安裝一個控制中心 等於說它其實不是一個 啟動器 iOS 16 就包含了 就是所有的介面跟 App 就是有些要再額外的去安裝 才會出現去取代 接下來跳出的設定裡面 有一個需要顯示於上方的這個控制權限 你要選擇 Control Center 這一個 然後我們可以退回來 然後你看它又跳出廣告了 這廣告真的無限多位 我裝了之後好像我也看不出個所以欄 我們已經把它安裝打開了 你可以看它就是像這個 輔助按鈕那一個功能 其實它也都是需要 鎖定螢幕跟通知也是需要另外安裝 這個沒辦法安裝起來 這是輔助使用 iOS 15 就是它起幾乎每個功能 額外的都是需要再安裝 然後一樣我們都要啟用它的顯示上方的權限 這個已經有了 好幾乎我去所有的操作都會跳出廣告 所有的設定 每做一個設定我都會一直跳出廣告 這一點真的是有點 因為它也沒有哪裡就是讓我可以去選擇就是 比如說付費取消廣告之類的 免許全線 好像我現在設定出了呢 一直跳出各種廣告之外呢 我想好像還找不到就是 怎麼讓我剛安裝的那個控制的畫面呢 跳出來 剛剛重新設定找到了之後呢 我們將控制中心啟用之後呢 它會出現在右邊呢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滑出來之後就像這樣子 就跟iPhone一樣的那個設定畫面 控制中心的畫面 比如說我們可能長按一下Wi-Fi 這個就沒有跳出 以iPhone來說如果長按著Wi-Fi 它就會跳出了Wi-Fi的列表 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 藍牙也不行 它就只有開跟關的功能 這個是我覺得有點小可惜的地方 再來我們來看看它還有什麼可以 額外安裝跟設定的 你看我隨便點就是跳廣告 順便剛剛分享一下就是剛剛那個 使用輔助按鈕就是這一顆 這一顆按鈕 按一下之後可以跳出這個控制列 就是跟iPhone的那個輔助使用是一樣的 現在我不確定有多少人會去啟用這樣的東西 像我自己用iPhone的話 我其實有一陣子有用過 然後後來就很少用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看一下其他的功能 這邊也有可以選擇Duck Mode 或是iPhone 8的風格 填充底部 好它就當調跳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Launch iOS 16這個啟動器了 我覺得你可以裝來 常常先然後摸一摸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少了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它的廣告非常的多 但它也沒有一個讓你付費 解鎖廣告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變成你每次進入設定或幹嘛 就是也有可能操作到一半會跳出廣告 建議大家呢如果你對於這個 iOS 16的啟動器 有點興趣想要嘗試看看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玩玩就好了 不要太認真 因為我剛剛這樣試下來啊 我覺得除了介面真的蠻像以外呢 我覺得其他的部分 有點做得半半的啦 你每操作一個東西 每去設定一個東西 大部分都是需要再去安裝額外的APP 每一個APP分開之後 它每一個都要再跳出廣告 每做一個設定 那每做兩三個設定 它就是跳出一次廣告 所以當你如果真的完全的 把這個APP的設定完整的話呢 估計我覺得要按上三四十個廣告以上啦 所以我覺得會有點煩人 至少你我覺得給個什麼 付費可以解鎖廣告的功能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那就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個 最近很多人在下載這個啟動器 那就是大家玩玩就好 不要太認真 那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讓你的Android 變成iPhone介面的話呢 那會幫大家再找找看 有沒有其他的APP 會更好 或更適合一點 至少說就是一定要可以 去除廣告的付費功能 這個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你對於這個東西 還有什麼問題呢 或是你覺得對於新的iPhone 或iOS16有什麼新的想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不是拍電話大哥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